中目期待的2018年驻海航展明天就开幕了,相信好多小伙伴们提前就去了现场,那么全场体型最大的两架飞机,当属两架展现姿态的运二时,还要进行飞行表演。 运到二时是我国大飞机,沿着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,也是我们创建战略空军的法宝,但是,在大家被运二时的各种特技,高兴较好的时候,千里之外的上海飞机制造厂,一架倒台楼中的大飞机正躲一个角落里,静静地看着自己出生的地方,它就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款大飞机,运复时,令人惋惜的是,运到十年八早在一九年, 九七零年就启动了,就比空客公司成立晚了两年,多年后,欧洲空客已经成为挑战美国波音的巨人。 但咱们的大飞机产业,是因运复时的下马,不得不重新开始,在那个运间复七和金八都搞不明白的年代,搞一下喷气式科技的难度可想而知,更何况运复时的指标是见指导时非常成功的大型科技,波音707, 虽说运复时在起飞重量,巡航速度,航程等指标尚与波音707相差甚远,即便如此,它的性能还是超越了当时中国银行市场最先进的科技,宁国三叉戟和1262科技,波音707科技在整个研发过程中, 制造出两架原型机,第一架用于尽力测试,第二架从1980年9月首飞后,参加了各种试飞工作,不过在运势好想蓝天之际,时刻,关注中国航空工业的美国媒体,却给运复时抹黑造谣,说运复时的气动布局照抄波音707,即便波音老总庆后澄清,这些美国媒体人格持己见, 胡说八道,资料来源,航空发展时虽然运复时的下马令我们直奔耳熄,但在整个研发过程中,有一些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,首先是运复时的疲劳测试上带进行,虽说这个问题非常容易,给钱就完事了,但首先与国家经济,钱真的没有,其次,当时国产高密度铝合金LC4验性较低, 无法满足运复时的需求,最后,受限中国航空发动机,运复时的噪音和油耗简直无法忍受,在民航机领域,经济性始终是客机的第一指标,如果运时始终是有老虎的话,肯定对外销产生负面影响,运复时和他的总设计师当然,这些并不是运时下马的直接原因, 争战的罪魁祸首是一架洋人大飞机,卖到DC9,别看波音卖到平时逗得欢,但其实后者已经日博西山,可咱们还是要引进DC9,放弃研发孕妇时, 美国财富杂志在报道相关新闻时强调,因为上飞港或孕妇时,卖到才会跟他们合作,负责不打倒孕妇时,美国飞机都不好进中国市场,孕妇时的结局,可以说是中国立项的所有飞机里最差的, 原本价值数千万人民币80年代不是小数用来制造第三架原型机的设备,和材料,全都为了DC9拿去练技术,而DC9也在组装两架之后,因卖到公司的破产而结束, 不过运势用他的惨痛经历告诫我们,中国不能没有属于自己的大飞机,不能没有属于自己的大飞机工业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